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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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吸引人的新玩意兒 很吸引人的新玩意兒 花東潮流應該就是 是 基本上我都是用街舞 用街舞的名義進去部落這樣 會去試著融合他們的舞步 跟我的舞步做一些結合 讓自己覺得身為原住民 這件事情是很驕傲 那個浪 那個浪 那個浪好大耶 阿美族其實應該說 住在水邊的原住民 周伐對他們來講 就是運輸的工具 是狩獵的工具 來 龍蝦 龍蝦 到了 花龍蝦 龍蝦 對 龍蝦 周圍要加菜囉 花東的潮流是 你必須從生活中去感受的 綠吉他 阿姨 你在那裡 今天是个大海的女孩 我跟你说 身为一个海岛子民 对于这大海 一定是非常的熟悉的 但是我本人呢 就是觉得有一点陌生 而且还有一点害怕 所以我今天要来向伊朗学习 怎么样跟大海当好朋友 伊朗 伊朗 你在哪里 伊朗 我们知道的 像是什么伊朗 伊朗 伊朗 他跟诺 说了跟诺 应该是不识的意思 对 伊朗 伊朗 伊朗也是不识的意思 伊朗吗 不识 伊朗 伊朗 我是伊朗游 我怎么站起来跟他们穿的都一样 我要找伊朗在哪里啊 伊朗在阿美语里面是朋友的意思 所以刚刚走过来这些都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泛泛之交 而是生死之交 这么重要的一个词 是 所以我听说伊朗可以帮助人类跟大海变成好朋友 我很怕水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等一下就让你用独木舟亲近海 我之前在台湾有划过一次独木舟 然后但是它那个不是在大海 就是它是在溪水里面 其实你就算讲不动的话 你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那天去海上划独木舟就是你不动你就会怎么样 特别的是今天还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一起要上独木舟 然后她是一个阿美语的八岁小女孩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孩子跟人们 好像对大海就是他们的日常耶 像我现在在那边就是想说 啊下去会不会眼睛会掉啊 会不会冰尿 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在思考 觉得他们的日常就是跟海洋一样 没骗不骗 市民牌地卡卡卡片啊 看我了喔 看我了喔 快点 跟上 可以了 可以了 看他 可以 其实我尝到他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我尝到他了呢 就是很抱歉呢 但是他就是一直说 好笑笑的 我想他们在那个一浪里面 互相帮助 是生死患难的那种盟友的感觉的话 这样子一点点的打来打去 应该不算什么啦 我刚刚打教练 教练也打了我一下 这就是一浪吧 没有 中午的示范 中午的示范 对 哇 出去了之后 没有像在岸边看的那么大的浪花 当你冲出去那滴到浪之后呢 在那个海上 它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就是 它也不到就是很平静 你还是得滑 因为当你不滑的时候 其实那天浪算大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很像在玩大怒声 它就有一种 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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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的感觉 哇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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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滑球吗 好 我的 人家有家喔 港口国小当时的校长 学校没有学生 他想到的解决的方法就是 如果部落可以有工作的机会 家长才有可能回到部落生活 他才会把孩子带到部落 所以他想的是 是以文化回核心来发展产业 还是一样先从孩子的课开始 他会了解他自己的文化里面 周庭是怎么一回事 那所以他们会有造伐的课程 那划着独木舟 以前是狩猎 那我们带着他 进到他狩猎的传统领域 那他要了解的是 盘点他的生态资源 最后他们在毕业的那一年 他们就是要 航行他自己的海岸 从秀冠溪的河畔 到太平洋的海岸 我们没有办法陪伴孩子一辈子 可是我们可以给他 给他在毕业的时候 知道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可以蹭风破浪 他可以度过 不瞒你说我刚刚在上船之前 我吃了晕船药 毕竟有太多晕船的经验了 我觉得我大概还能再车十分钟 在海上滑独木舟 它虽然现在是一项 很多人喜欢的水上活动 但是对于海外阿美族人来讲 那个是一个技能 来捕鱼 来讨生活 来找食材的 所以我就是很认真地在上面 去感受他们当时的生活 但是我就是出去大概 五分钟不到 我就会有点晕船了耶 回去了 你觉得晕船了 其实有两度喔 我都觉得我要翻船 然后我就一直用 我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 我就一直 一直念阿弥陀佛 我就觉得不可以翻船 好多啊 然后再往下 走 好好好 走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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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快要暈了 不行不行 不行 要回來 本來是可以繞島的 可是我覺得厲害的是 一開始有一點怕 可是因為教練們都是跟海就是朋友 所以他一滑出去 我在海裡面就覺得好舒服 有穩定的 穩定 穩定軍心的感覺 我還可以看風景 我還可以跟妹妹聊天 講話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我好像被浪 這樣抱起來 然後放回岸上的感覺 就好像不是那種 其實是寬明教練抱著你的傷害 是這樣子 海浪 海浪就是我們的遺浪 就不是把海想成好像有距離跟很可怕 他其實是順著我們跟他當朋友 他就把我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的 學到一刻了 可惜是沒有搬船 啊 死啦 都想好了 天理教練 現在大哥們他們拖著那個 好像是獨木舟的東西 他們要做什麼 住在水邊的圓柱裡 周伐對他們來講 就是運輸的工具 是狩獵的工具 哇 可是那個看起來很薄 很...就是很輕巧到有一點 喔喔喔喔喔 那個浪...那個浪... 那個浪好大耶 哇... 過了嗎 欸 他過了耶 對 所以你那個浪如果來的時候 你沒有過去 你的船會被翻著 對... 他船拔那個出去之後是要做什麼 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場域啊 阿美族說大海就是我的冰箱 所以他們現在是去收漁獲 漁獲 對 嘿嘿... 哇... 不過現在你看到他要去收的是城底的網 城底的網會收到... 什麼什麼 龍蝦 龍蝦喔 我們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 所以說龍蝦在這邊 對阿美族來講就是寶物 就是挖到大寶物了嗎 欸... 曾經有過這樣子的真實故事 就是... 這邊的小孩是拿著龍蝦去換麵包 因為家裡窮得只剩龍蝦 哇... 這真的是令人覺得十分的羨慕喔 哈哈哈... 但是現在就是機械化那麼成功 那麼進步了 為什麼還要用這麼輕薄的煮法呢 如果是用就是有電力的船 不會比較方便跟安全嗎 可以啊 其實現在還真的有 但是我也要講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要推就是海洋文化 為什麼要推環境教育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邊的汙染 我們看到這邊的生態都變得比較少 基本上應該是說 還住在部落 尤其是在這個部落 我看到他們都還是會比較願意用這種 比較傳統無動力的方式 那它當然就是相對的比較不汙染環境 再來 龍蝦了 哇 龍蝦咧 耶... 到了耶 哇 龍蝦耶 好 龍蝦 對 龍蝦咧 都會要加菜囉 我們剛剛真的認真的在大海這個冰箱裡面 找到好多食材喔 是的 哇 而且現在上來啊 我們這些海王子們就直接就料理了耶 包括我現在拿到這個筷子啊 也是剛剛海王子用這個 還在削 削出來的 還正在削 這個碗是用什麼葉子做的啊 這是什麼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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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天然 然後我們剛剛抓到的那個魚跟龍蝦 現在正在烤盤上烤耶 可是Candy教練 你是原住民的朋友嗎 我是假阿美 我是假阿美 他們海岸阿美 你是假阿美 所以你其實不是當地人嗎 我不是 我是擺浪 擺浪是什麼意思 我是拍狼 其實就是以前他們都覺得 漢人就是拍狼 喔 所以你就是一個假阿美白狼 是一個 從學生時期就是游泳選手 然後輕艇選手 08年 對我來講是一個蠻重要的轉折 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努力一輩子 在台北可能坐死都不會有自己的房子 應該可以換換別種的生活 所以有了一個機會來到花蓮 就是我也不是抱著退休金來這邊生活的 一開始也是先從自己自足開始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剛好得到一個訊息 港口狗小在缺獨木舟教練 用環境教育來發展產業 希望外面的人來體驗這裡的生活 所以我們在這邊成立了 一個品牌叫做伊朗 從課程或是活動的規劃 我們就是邀請部落的這些哥哥們 希望是他們說他們自己阿美族的故事 我們都會教他們是海王子 十年前來到這邊 然後被這裡的黏土黏住了 你是說他們很黏人嗎 對 你很聰明 很多人都說花東的土很黏 其實我覺得黏人的是人 人跟人黏在一起了 那你這樣子來到這邊 被這些海王子黏住啊 你覺得這群海王子 他們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你們說說看 怎麼說 自己說 帥 帥 還有呢 那邊是土 土 土就是踏實啦 是 很在地 我們也要問一下海王子們 覺得這樣子忽然跑進來的 一個漂亮的女生 就這樣子凋淚了 住在這邊了 你們覺得Kendy是什麼樣的人 不錯的一個人 也是不錯的 愛上愛不到的女人 不能愛的人 你是不是聽到什麼 因為我死會了 你死會你不行愛了 對 那阿布寬教練呢 我也死會 你也死會了 我還單身 你還單身 怎麼不來一下 不行 不行喔 哪裡不行 你搜搜看 那你們怎麼會變成一浪這種 那麼好的感情呢 嗯 罵著罵著 就罵出感情來 但是罵著罵著 一個活動的帶領 一定有他流程安排跟節奏 他們掌握時間流程的節奏 是跟我不一樣的 所以以前我會用我的方式 管理他們 約束他們 但是 要訓練他們變成我很難啊 因為他們不是我 我也不是他們 我們一開始就是希望是在談 部落的文化 那就不是從我的角度去 去看待每一個活動的規劃 希望他們站上去 那真的是他的舞台 而不是一個我們規劃好的活動 他站上去按照我們的講稿 所以他們應該要很自然的介紹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生活 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送餐 上餐了 哇 今天是什麼魚 流港 沒有 妳有沒有吃過龍蝦 龍蝦 我沒有這樣吃過龍蝦 先把這個桶抓住 尾巴抓好這樣子 搬 你看那個姿 沒錯 完全失 你那時候有合作過哪些藝人的 對 我第一個跳的演唱會 就是張學雲 張學雲 其實我就會覺得 那就是年輕人的舞蹈 他怎麼樣跟原民結合在一起 他是真的可以 像小巨蛋去表演的一種舞風 你看那個字 我完全熟 千萬不要 這個是舞 這樣我全熟了嗎 全熟 你繼續折一下 那個高 快點 搖一口 搖一 不要浪費 好 來 妳的盤子 好吃耶 沒有主持人那麼好 你要不要當 那我們如果是大豐收的話 有沒有什麼 什麼儀式 比如說要唱歌 還是要拍拍手 還是什麼 都沒有什麼 大哥 唱歌 好 來喔 預備 去 去保羅先生 去保羅先生 去祖國麻煩 來 阿龍馬流 阿拉流 阿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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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看 我剛剛唱說 保羅先生 保羅先生 這裡面你最會唱的 你先唱 你先唱 我唱完就換你唱 好 好 唱什麼 好 小肯定 對 小肯定 小肯定小姐 小肯定小姐 一手鼓麻煩 阿阿龍馬流 阿拉拉 唱歌 換你唱 我要唱什麼 要接手 快點 隨便 一二三 三 一二三 二二 二 海王子 好帥氣 天地姐姐好美麗 天地姐來到這裡 吃蝦又吃魚 耶 吃蝦又吃魚 耶 哪有蝦 哪有蝦 龍蝦 好可愛喔 這次都可以唱的 這片海 真的會讓人家離不開這裡耶 是不是被黏住了 真的是被黏住耶 所以你當初會想要留在這邊 除了海王子們之外 牠們真的不是一樣 這不是重點 重點會不會 就是這一片海啊 是啊 以前在都市生活 每年都一定覺得 非要出去度假一下 喔 那我來到這邊之後 就好像沒有這種想望 因為每天都還度假 真的耶 所以你來這邊算幾年了嗎 今年要邁入第十年了 要第十年了喔 有沒有什麼樣很巨大的轉捩點 讓你對人生有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因為一場 一場 兩個刀 讓自己覺得好 其實是該退休了 不是等到賺保錢 抱著退休金來鄉下退休 我想我可能沒那個命 要不是因為婦科的巧克力囊腫 讓我發現肝臟長一顆腫瘤 肝臟就是沉默的器官啊 所以我也只能感謝那顆巧克力囊腫 第一次的那兩個大刀 讓我想清楚要來這邊生活 那兩年前的僵直性脊椎炎發病 那就不能怪別人了 你都住在這裡了 你還要這樣子搞自己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牠應該淡淡的 還是有一些無奈 牠這麼愛大海 那麼愛水上活動 可是因為可能身體的關係 牠必須轉換一個心計 變成一個教導者的角色 我看到牠跟那些海王子 相處的時候 其實海王子們也都很認同 牠講很多話 牠也能夠理解 每一個海王子的一些 想法跟背景 所以這應該是取得 很長期的信任 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相信沒有一個地方 沒有一個工作是輕鬆的 沒有一個生活是輕鬆的 所以在這邊也不是很順利 也不是什麼事都很順利 有遇過剛來這邊 什麼樣子的挫折嗎 我是一個外來的族群 白浪 對 然後又是一個女生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起來 我都是一個 怎麼會 就是會被質疑說 你來這邊有什麼任何地方 那也很謝謝這邊 因為本來就認識我的人 可能就會去幫我解釋 說Candy沒有什麼目的 來這邊就是想要來這邊過生活 我在這邊也是何其有幸 就是有長輩給我名字 阿美族的名字是傳承長輩的 那是一個姨娜 當時認識的時候 自我介紹 我就說我是Candy這樣 他說什麼Candy 你叫洪愛 他就當場就把他的名字給我 所以就是覺得 這個就是好像來到這邊 被接納的感覺 就是很感恩 我覺得 因為的確不是每一個部落 都願意接納外人 成為他們年齡階級裡面的遺浪 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很多人來度假 可能就是你待個一個禮拜 一個月 兩個月 這個都可以 可是你一來這邊 是從一個都市小姐 變成一個 就是跟海圍舞的一個 一個瘦女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 會不會來到這邊有回春 然後跟大戰親近 然後心情更開闊的感覺 是吧 而且我因為都比較 我這邊的年輕人真的很少 所以你覺得最年輕的 對 就是 我就是感應的 就是小姐 真的耶 謝謝你送我 你眼前這片海洋 我覺得好像很多 不開心的事情啊什麼的 真的是看一看 全部就不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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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覺得 要找潮流的東西 一定都集中在都會區 但其實下鄉也是一種潮流 尤其是在台東市區 這裡會集了很多很多 東部的流行文化 而且還有一個專門培養 明日之星的秘密基地 韓國有練習生 我們台東也有 就在裡面 QEEL 哇 這就是台東的練習生的基地 先插個腳 這是一個很神聖的殿堂 哇 練習生 等一下 跟我想像中的 韓國練習生不太一樣 他們平均好像都是大概 十幾歲的妹妹或者是弟弟 你們的年齡層 好像差得有一點大 我是成熟吧 我是老師 老師好 妳好 老師我要怎麼稱呼您的大名 我叫阿哲AKA台東梁朝偉 阿哲AKA台東梁朝偉老師 好長喔 阿哲老師啦 對 那這裡是算什麼樣的團體 或者是這個空間 它又是什麼地方 這邊是089舞蹈工作室 為什麼要叫089 089是台東的那個電話的區碼 你打來台東一定要先播個089 才能夠找到台東的人 520520這樣子 所以你們的電話是089 520520嗎 不是 不是 34990 34990 打個廣告 不能挑號碼 我滿想挑號碼 可是是真的要讓他們變成練習生 然後因為我聽說韓國練習生是 每個每天都要量體重 然後不能吃太多 沒有 有的比較吃超過一點 吃超過的是哪一個 我想像中的練習生 可能就是會代表台灣傳統藝術去比賽 或是什麼的那一種練習生 但結果映入我眼簾的就是一群 認真在跳舞 而且帥氣的辣妹跟辣歌 今天要訓練的是練那個 即興舞蹈 就是練solo 跳舞有一個地方 也很有趣的地方 你們要加入他們的solo 即興的意思就是你 照你自己的心裡面的想法 聽到音樂的感覺 你就把你的想法跳成 我沒有想法 然後結束之後 跳完你就要指下一位 Let's go 誰先呢 當然老師先好了 有第一個 我先示範 好突然喔 好突然喔 來 聽到音樂 我就會開始 來 換下一個 幫你 喔 跟著音樂 喔 喔 下一個 跟著音樂 Nice 不要想 跟著身體流動 很好 好 Yeah 預備喔 哎呦 原來就流動 現在從平行 好 要指下一位喔 好 好 哎呦 讓你的操作 我一起加油 Yeah 嗨 嗨 有了 有了 有感覺了 他有沒有進到音樂裡面 其實聽得出來喔 會有蠻 給我一些蠻多的靈感 那他呢 也會創作 創造一些 我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動作 那我就會 有時候也會偷學他們的招這樣 你們兩個 你腳踏走 哦 來 哦 來是我們的舞爺 吧 哎呦 啊 有了 跟著音樂 舞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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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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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張音樂的節奏 很漂亮 Nice Nice 這是我的 對 到底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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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跟著音樂 好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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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拍這首 你拍這首 誰 舞顏 就是負責舞蹈的 要負責把膠帶的舞蹈 他們要把它練手拍子 在哪裡 然後告訴其他的朋友 因為他剛剛就是一個 落差最大的人 他現在就是姊姊亞 但是他剛剛音樂以來 整個就是出來這樣 他是一個圓夢的舞台 他可能不見得可以培植 每一個孩子成為藝人 歌手巨星 但是至少讓孩子們會自己覺得 哇 我好棒喔 我可以站上舞台 我會跳舞 就是非常自信的跟我 分享他們會的一切 那我覺得這樣的心態 就是阿哲老師想要交給 東波這邊孩子的一個很大的路 那老師我剛剛跳得還可以嗎 可以 你完全解放啊 而且你看就是有練過啊 就是沒有在管其他人 我其實我剛才有點替你擔心 真的嗎 結果你前面那個光又走出來 然後走在牌子上面 自己的呈現也是很成熟啊 謝謝老師喔 老師我剛剛看到有一個學姐 跳舞的跳舞 在三人八國 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 是不是這一人 你是說的是學姐嗎 我也是不好意思說啦 但是我想要先問問 你幾歲啊 十八了 十八喔 那阿哲老師教的舞 跟一般我們在舞蹈上 是學的舞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會更有一些民族的特色在裡面 比如說原住民的舞啊 然後會了解到這個動作 它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他會講到這些喔 對 所以他就是把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跟流行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對 就不會只是我印象中的 就是唱三歌跳的三五的那個感覺 就是這種 也是啊 也是啊 可是他那些動作 他是有意思在裡面 我們現在想用我們年輕人的方式 來介紹我們自己的族群 那我也用我的舞蹈 進入到各個部落去 像也會到阿美族的部落 去布農族的部落 排灣族的部落 跟他們聊天啊 參加他們的祭典 試著融合他們的舞步 把跟我的舞步做一些結合 我們用我們排灣族的那個卡達 就是勇士用這首歌 把它改編成嘻哈的節奏 然後編舞 加上街舞的舞蹈 那會融合霹雳舞的戰鬥舞 是因為battle之前 他們會有戰鬥舞會在上面 先做一些有點示威 展示自己的這個能量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在跳 勇士舞的那個氛圍是一樣的 部落的頭目跟長輩也都還滿鼓勵的 就希望我們可以持續 然後也帶部落 帶更多部落的年輕人 用不一樣的方式去介紹自己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女生學校舞啊 感覺是人數會比較多 但是就是這位高高的帥哥 他其實一直說他不要想要當DJ 真的 你想當DJ 可是跑來學跳舞 老師還沒有前添購那個DJ設備 他一直問我說老師 你的那個機器什麼時候要買 因為我現在只有小排的 所以你是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你現在學跳舞 到時候我就教你DJ的東西 對我會負責叫他剪接 然後我會教他一些基本簡單的 就是接歌的技巧這樣 所以老師你這邊不只是教跳舞而已 是所有舞台上的東西 你都問什麼 像張元他也會寫歌 他們也有寫一首歌叫女力 你寫歌然後又來跳舞 自己有沒有什麼想要完成的夢想 變更厲害 變得更厲害 這個夢想很厲害 就是你怎麼樣變得更厲害 就是要一直練習 是 還有剛剛你要說那個學姐 年紀最小的 來啦 弟弟我剛剛看你 好可愛喔 來了 你幾歲 你十一歲喔 你怎麼會想要來學跳舞 就很有興趣 你有興趣喔 你一個人來的嗎 那姊姊 姊姊在哪兒 那裡 是姊姊喔 姊姊來了 妳怎麼會知道有這個地方 因為老師有去那個學校教舞跳 然後有教舞 有去學校招生 他們是 有一兩個是我從他們四年級 他們圓舞隊的時候 在學校的社團 那我是他們學校社團老師 所以老師其實是從學校開始耕耘 然後帶了一些真的喜歡跳舞的小朋友 來到這裡繼續他們的表演的夢想 對 那他最有自信其實是唱歌 唱歌喔 你喜歡唱誰的歌 我們唱歌很好 真的嗎 你願意唱一兩句給我聽嗎 我想一下喔 你想一下喔 再給你五秒鐘 五四塊 那好快 老師教的音樂 任何一首都可以 對 任何一首 任何一首 好聽的就好 好聽的 好 兩句了 我說音樂老師音樂班教的 你不唱原住民的歌 你給我唱流血歌 我就是嚇了一跳 我想說這首歌 你唱歌可以 好了 那你們有沒有 你比賽是唱你們原住民的歌謠嗎 那你可以唱一兩句嗎 好不好 我想聽聽看 我覺得阿哲老師很不容易耶 你看他以前教的是周杰倫啊 是李文啊 是這些人耶 但他就是願意回到自己的家鄉來 然後幫助這些孩子們 我覺得算是原夢吧 讓他們知道有一個 就是追夢沒那麼難 是 我又一個小小夢想正在實現 像鳥兒一樣自由自在飛翔 不需要悲傷 我把只微笑 回到我的翅膀夢想和希望 熱血不算失敗我和你一樣 我出去的感覺才痛快精彩 不用雙手推開 所有的困難 別帶著遺憾醒來 我想被激嘆 自己這樣看有沒有什麼感觸 真的我還是記得你們好像一路走來的一些 情感跟真實都赤裸裸的在MV裡 是啊 結果有把我們其實為什麼會回來台東開教室 都沒有派出 其實我覺得阿哲老師是一個蠻神秘又很傳奇的人 神秘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以前就知道說 有一個舞蹈教室很傳奇 他叫TBC 那小時候在那邊學跳舞 然後呢 那時候就說好多天王天后就是他們都會去那邊學跳舞 是 對 所以老師 小道消息說以前你就是那裡的很重要的老師 是不是 我們是創始的團員之一 你那時候有合作過哪些藝人 對 我第一個跳的演唱會的是張學友 張學友 好酷喔 好酷喔 天啊 還有呢 好多喔 周杰倫啊 然後 NH就有 也幫他們排過演唱會 然後他們自己也都會 像坤達跟那個蘇維也都會幫我來練舞這樣 你是從小就喜歡跳舞 就滿新 我家裡就從小 爸媽他們也都玩音樂 我國小四年級離開台東 那個時候是因為爸爸 再要去台中工作搬家 全家搬去台中 那那個時候我加入了棒球隊 然後到國中二年級 我就留自己留在台中 就開始住校 在教會認識的朋友 那他們都有在跳捷舞 跳一跳就加入他們 就到台北 跟台北跳舞的朋友 就一起組團 然後開工作室 可是你看你在都市 可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成就了 然後有這麼多人找你學舞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契機 要回到一個這麼純粗的生物 他 你為我太太 是為小廟老師 對 那你怎麼會想要來台東啊 想要小朋友在自然環境下長大 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 我媽媽是太魯閣族人 我爸這邊是閩南人 我有很大的遺憾就是 我沒有辦法跟外婆溝通 因為我外婆都講族語的 那就會覺得說好像要 回到比較附落的地方 來找自己的身分 那我也希望小朋友 能夠多接觸土地 因為覺得 你沒有珍惜土地 沒有摸過土的話 就會不太珍惜大自然 所以我就會希望他們 可以在台東長大這樣 在台北啊 兩個人打招那麼久啊 已經耕耘了一些很深厚的地基 不然要回鄉 很多東西可能就是會從頭開始 會怕餓肚子嗎 又有小朋友 我們一直都在餓肚子 是喔 現在就是還在餓是不是 也沒保過啊 怕救濟 然後我婆婆沒事 也會去機場路邊 撿一些野菜回來 什麼 也是在採集的部分 對 也因為回來經營 我們兩個一起經營教室之後 就要斜槓很多事情 然後我太太也就開始 寫一些政府的計畫 那也因為被刺激 被評審刺激之後 她就升級 所以她寫的東西 沒有內容 所以她一氣之下 她就去報考北義大研究所 所以妳 那在台北啊 對啊 就一個禮拜去兩天台北 小妙老師很酷耶 她居然會是想要回來家鄉 動機最強烈的那一個 我很訝異耶 因為小妙老師一副就是 在西門町會穿著中空裝 跳街舞的人啊 可是像這樣的一個女孩 她會想要回到她老公的家鄉 然後還非常享受這邊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她也是一個 很懂得自己要什麼的人 然後也支持著老公的夢想 但是回到台東 其實不會 辛苦是會 但是覺得滿好玩 就是接觸了不同的人 然後也學到 妳在台北不會學到的東西啊 自己的境界被擴張開了 對啊 我覺得在台東最快樂的時候 最放鬆的時候就是 開車的時候 開車 會覺得在台東很幸福 我就算在內的時候 我有時候放鬆 我要去 我只要開個車看 打開窗戶 有海在我旁邊 山在我旁邊 我就會覺得得到一種慰藉 或者看到我的小孩在旁邊 跟這跟我以前在台北是很不一樣 我要找零八九 來 去把零八九 來 去把零八九 如果沒有她 也就沒有零八九 雖然大部分的舞蹈都是我編排 但是沒有她在旁邊 幫我做文宣行銷 我光一直這樣創作 也很難 會把零八九會做得很好 結果我們應該算是生命共同體 她是個很有才華的 因為我都跟她說 零八九其實少我沒關係 因為其實做這種營運行政的事情 外面很多人可以接 但是我覺得創意這件事情 是很難被取代的 對我來講 原民舞大概就是會有一些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但是接舞它是一個很需要律動 你就會覺得那就是年輕人的舞蹈 它怎麼樣跟原民這種舞 直接結合在一起 但是這老師把它變得好酷喔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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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出 好 阿樂 現在要帶我到哪一個神秘的空間 這個神秘的空間就是我們的 他是真的可以 像小巨蛋去表演的 年輕人都會很喜歡的一種舞風 樂舞教室 阿樂老師 現在要帶我到哪一個神秘的空間 這個神秘的空間就是我們的 樂舞教室 樂舞教室有一群新的孩子 有一些是剛剛一起跳舞的學姐 是 他們是 對 裡面他們是學姐 哈囉 其他的學生是哪邊的學生 都是大王國小的學生 都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他們是圓舞社的 社團的 對 社團 準備參加 剛加入他們11月就要 處女秀他們要比賽 11月就要比賽了 最近還蠻集中訓練的 真的假的 那像我這樣子對 就是目前還沒有什麼了解的人 我也可以加入學習 可以啊 等一下 剛好我們今天也要排練 那我們接下來要練一些 比較阿美族風格一點的 現代舞 好 在海岸線的阿美族他們會養你 那我們會有一個騎牛的動作 然後手拿著鞭子比較帥 不是歐巴剛才是在嗎 騎馬爛 有一點類似 對 但是我們的身體是做這種旅行 往下身體 我們就是左腳抬起來 像我們圓舞一樣 對 我們原住民是這樣的剛 我們沒有左右跳 直接左腳 別那麼活潑 我們接下來要阿美恰恰 阿美恰恰很簡單 就往前點 一二三 對 右手出去 然後前點 點旁邊 然後給自己加油一下 嘿 因為他們紅年記是從早跳到晚 他們會一直跳 他們可能就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 走 一步換邊 再一遍 一二三 再一遍 點一步 嘿 然後就跳到晚上去 跳過 OK 那接下來 我們會灑魚網 灑魚網 灑出去 那你手一定要打開 那個魚要讓 在魚網上開 嘿 灑完之後呢 我們要立那個小米 對 立小米 立小米 騎牛啊 打牛背啊 撒網啊 摩米啊 什麼的 然後配上一樂一跳 我覺得超酷的耶 我完全不會覺得 它是我想像中的傳統的 也不明不到 五六七 走 滿快的喔 一二三四 ㄟ叫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阿美下場 一二一 二一 再一遍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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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跳 踩大 踩大 踩乙아니 岩 吹小蜜 吹小蜜 我希望他可以把它推廣到 更多的大眾流行文化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也會用這樣的舞風 去讓更多人了解說 他們的每一族的傳統的故事 跟他們的文化 他是真的可以 像小巨蛋去表演的 年輕人都會很喜歡的一種舞風 就希望我們可以持續 然後也帶部落 帶更多部落的年輕人 用不一樣的方式去介紹自己 你都要去了解 也要更認識自己文化 然後也要對外去接受新的思維 讓自己覺得身為原住民 這件事情是很驕傲 auft 娃娃… 處理耶 是… 我是反而非 是再次 作詞 花冬的潮流是 你必须从生活中去感受的 因为它就是从日常生活 很多很多人堆叠出来的那种氛围 好好的生活 这就是花冬最吵的一件事情 我爱 台湾有担的故事 担的理想 我爱 做梦驾出 好重来 我爱 我爱 你不爱 我爱 你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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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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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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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